美国两党共识 就是毁灭台湾 重创大陆 让美国再次有机会称霸 所以你以后看他从这个来就开始 那当然他打很多牌 他不管科技牌什么牌都打 当然他在这个 他希望呢 他就说希望中国大陆这边呢 能够这个陷入战争 所以他不管是在东海 在台海 在南海 甚至在中印 只要有一边走火 他就交由天才 他就借趁火打劫 就趁这个时候呢 就整个对中国呢 经济制裁 因为他最希望看到 这个同胞之间自相残杀 所以他也希望看到 两岸民族自相残杀 两岸中国人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智慧 第一个在军事上 你要有智慧 不要去做出这个事 所以台湾有很多年轻人 讲得很清楚 他年轻人自己讲说 我不愿意当兵 我不是惧怕战争 我是拒绝战争 因为我拒绝为台独政权作战 我拒绝为美国霸权作战 我拒绝让两岸同胞 厮杀而作战 当然台湾整个在控制到 很多这个舆论 这个舆论在台面上听不到 但是呢 台湾在小巷传播 在很多上面 很多人是很清楚 这件事情 我拒绝为美国霸权作战 我拒绝为美国霸权作战 我拒绝为美国霸权作战